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亚居 婚姻继续收听《故恋巅峰》第3426集 老板娘嫁到 说起来 那七家势力只是外人 这十几个乾坤世界才是真正的自己人 以前七巧帝是他们的上宗 包受盘剥 如今换成了虚空帝 杨开的表现与七巧天君截然不同 让他们也看到了希望 这十几位代表 皆是各自世界的大帝 得各自世界气运和天地意志的认可 一如杨开在星界中的地位 这般人物若不造谣 一般都会有些成就 只是成就高低 就看各自的机缘和打拼了 你们又能出多少人 杨开持他们的心思 登吉开口问道 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些尴尬 其中一位大帝抱圈道 启禀真君 我僧魂戒 大约可以出四十人左右 又一位大帝道 我君阳大陆可出三十五人 想要摆脱乾坤的束缚 最起码要帝尊三层镜的修为 实力低了根本不行 而一个乾坤世界又能有多少帝尊三层镜 从星界当初的底蕴就可以窥探一二 无论是那三幻界 又或者是那金阳大陆 都是与星界差不多的乾坤世界 能有几十位底尊三层镜 已是极为不俗的底蕴 他们日后想要成就开天 对开天丹也是有极大需求的 如今来杨开这里帮忙 就有开天丹作为酬劳 自然是谁也不愿落后 每一个乾坤世界都只能出几十人左右 少得二十几人 多得六七十 零零总总凑在一起 也不过六七百人 跟人家一个三等势力 能出手的人相差无几 迎开大手一挥 就与你们都回去准备吧 酬劳方面一事同仁 一人一日两枚开天丹 众人大喜过往纷纷行礼 多谢真君 振奋之下也都不愿多坐廷礼 纷纷告辞离去 喧闹的大殿一下子冷清下来 接下来又是长久的等待 倒是金光姑那些三等势力 效率齐高 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就逐渐将自家弟子给送了过来 而且不约而同的 都往之前报的人数上多增加了一些 对此阳开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反正到时候修补大阵 肯定是需要大量的人手 人来多一些总没坏处 至于开天丹 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此事交由岳和处理 统筹人数 将那些精通阵法的武者单独挑选出来 到时候可以安排他们给老板娘请来的阵法大师打下手 酬劳当天就开始计算 又让红级等人感恩戴德 前后两次接触 觉得阳开这位虚空真君比那七巧天君仁慈多了 自使喉感大声 虚空帝多了人 自然就热闹起来 不过各家室里的负责人都严格约束门下弟子 倒是没出现什么争斗和摩擦 这一日 阳开正在闭关之中 忽然神色一动 睁眼朝自己守备处那个玄妙的图案望去 这个图案乃是他在无脑之地中 夺了那先天灵果之后 灵果崩碎 在其手背上形成的 其中有一个奇特的空间 祝九阴就在其中沉眠 而此时此刻 阳开分明察觉到 祝九阴的气息正在复苏 这家伙总算要醒了 阳开感觉有些心累 本以为得一位强大的圣灵 作为护道者 日后在这三千世界 说不定横着走 最起码没人肯招惹自己了 谁知一出太虚境 这女人便陷入了沉睡之中 连对付赤星这样的存在 阳开都要跟他们斗知斗勇 搞得心神疲惫 片刻后 祝九阴悠悠转醒 声音在心灵深处响起 我睡了多久 差不多三个多月 阳开回道 细细感知一分 祝九阴的气息 还是有些虚弱 想来 她那本园上的声势 应该是还没有痊愈 这里是什么地方 祝九阴又问道 原来是七角地 如今是虚空地 我的地板 画阴财露 鼠背中忽然一咬 一道流光从中飞出 落在身前 化作祝九阴的模样 不得不说 这女人是天生的游户 容颜角色 身材火爆 眉目寒春 尤其是如今本源受损 耐眉青醋 耿添一份 楚楚可怜 任何男人见了 都不能无懂于衷 而随着她的现身 扬开手背上 那个诡异的图案 也徐徐消散 很快不见了踪影 一股恐怖的人力 以处九阴为中心 轰然朝四周弥漫出去 刹时间 仿佛末日降临一般 一股难以言语的惊悚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生起 虚空地中 数千来自各家市里的弟子 且都面色一白 那轰击等人 更是猛地瞪大眼珠子 齐齐朝阳开 闭关之地望来 各个毛骨悚然 黄魂接茂 不过很快 这神念便收了回来 祝九阴只是查探一下 此地的情况罢了 并没有别的意思 那是什么 方才那感觉 是错觉吗 红吉等人 还有些惊魂未定 密室之中 祝九阴瞧了一眼阳开 手扶着额头道 本宫记已出来 那空间就会自行崩溃 杨开恶人 那岂不是说 日后没办法 再将你收起来了 祝九阴轻轻汗手 一副头疼欲裂的模样 就连一身气息也浮沉不定 杨开暗暗咬牙 她本还在想 等祝九阴恢复过来之后 可以将她当成一个杀手锏 日后碰到自己 打不过的敌人 直接放出祝九阴 谁知手背上的图案和空间 都已自行崩溃 这个打算是落空了 让她有些小遗憾 不知如意带 能不能将她装进去 不过就算可以 祝九阴估计也不会情愿 毕竟如意带的空间 虽可大可小 但却极其拥挤 本宫生于太虚 长于太虚 如今到了这外界 需得长时间的调整 才能逐渐适应 这外界的法则 恢复巅峰 在此之前 你自己老实一些 不要招惹太强大的敌人 否则 我可护不住你 杨开赫然 大概需要多久 这一点她可真没想到 不过想想也不奇怪 祝九阴虽是圣灵 可毕竟是太虚境中的土著 到了这三千世界 自然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祝九阴缓缓摇头 谁知道呢 更何况啊 我的本缘还受罪 需要疗养 这般说着 身形疑惑 忽然不见了踪影 声音传入杨开耳中 本宫暂且闭关 有事无事 不得打扰 杨开刺牙 这护道者 一点护道的觉悟都没有啊 杨开后悔死了 早知如此 就该跟金吾合作 最起码金吾这家伙 能给他提供金刑之力 密室的门被打开 月盒一脸紧张地冲了进来 他醒了 杨开点点头 人呢 月盒不紧 找地方闭关去了 我也不知他在哪 杨开回道 月盒闭上眼睛 心神勾连虚空地的防护大阵 查探七大灵州 很快便找到了 祝九阴的踪影 这女人赫然是入主了 最大的一栋宫殿之中 摆出了调膝的架势 似是察觉有人挥探 抬头瞪了一眼 月盒吐吐舌头 收回视线 杨开也叹息不止 悲剧啊 唉 正说着话 忽然心有所动 取出一物 查探一番 挑眉道 喜事来了 月盒道 什么喜事 老板娘来了 杨开笑容颜开 说话间便站了起来 急匆匆地朝外冲去 不过没走几步 忽然又反应过来 回头望去 只见月盒脸色苍白地站在原地 两只小手不安地搅着衣角 一伏六声无主的样子 杨开走了回来 拉住了他的手 宽慰道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的 好好认错道歉 老板娘这人念教 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月盒咬着红唇 轻轻汗手 走 跟我一起去迎接老板娘 杨开扯着他就跑了出去 红吉等人见了杨开 纷纷行礼 杨开也顾不得跟他们打什么招呼 静止来到一处空旷之地 抬头仰望天空 不多时 那大阵的缺口处 便忽然出现一道流光 直直落了下来 带到近前流光散去 露出数道身影 回首一个宫庄女子 仪态端庄 万种风情 其一身 让不少三等势力的男弟子见了 都呼吸一致 没露痴迷之色 不是老板娘又是谁 红吉等人更是神似凝肃 他们这些下品开天 能清楚地感受到 这容貌绝美的女子 竟是一位顶尖的中品开天 比起真君身边的那位月鹅姑娘 似乎还要强大一筹 这些日子 他们都弄清楚了 月鹅乃五品开天 不可谓不厉害 比五品开天还厉害 那岂不是六品 除了回首这女子之外 竟还有两位中品开天 与那月鹅的气息相当 还有一个应该是四品开天 这虚空真君 果真是大有来头 连这等人物都能搭上线 怪不得能占据七巧地 自立为主 就在他们震撼间 杨开已经叮尖地跑了过来 一笑一甩高呼他 小的给老板娘请安 您极小 老板娘浅笑奄然 美眸定定地望着杨开 吐气如蓝 你还没死啊 杨开笑嘻嘻地说道 托老板娘的福 一切安好 嗯 你一切安好 老娘很不好 说到最后 老板娘已经咬牙切齿 一把将杨开揪了过来 不由分说 对着他就是一顿 拳打脚踢 红鸡等人看得心惊肉跳 喉咙发干 砰砰砰地扔脚不绝绝 老板娘要打人 杨开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老板娘打得凶 却根本没有太大的力气 更没有催动开天井的力量 而杨开皮操肉厚 又怎会拒着区区殴打 当初在第一战的时候 被老板娘打得更狠的也有 打了一针 老板娘忽然揪住了杨开的耳朵 将他提到自己眼前 却见他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顿时咬牙道 哼 臭小子 被打了干嘛这么高兴 杨开笑嘻嘻地说道 你顺心就好 高兴 怎能不高兴 自来到这乾坤之外 老板娘是最照顾他和关心他的人 给他提供了很多庇护和依赖 最开始加入第一站的时候 杨开还很排斥 但后来随着慢慢接触 这种排斥便被温情所取代 说不上为什么 老板娘给他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仿佛自己失散已久的家人 这话听着二叔 时光仿佛穿梭了好多年 有那么一个人站在他面前 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 老板娘微微有些失神 眼前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了一张面孔 很快长累了下思绪 开手在杨开脑门上 秋了一剑 恶狠狠地说道 别以为就这么放过你了 这笔照先记着 以后再慢慢跟你算 什么账 无非就是让他担忧了 十几年的账 杨开咧嘴 笑得更开心了 不住地点头称诗 老板娘摆了他一眼 又转过身 对着身边一个面色鼓舞板 发去揭摆的老者道 无量大师 这便是我那不成器的伙计了 此地阵法 还有老大师出手 杨开闻言 哪儿还不知 这老者是老板娘 请来的阵法大师 连忙上前一礼 晚辈杨开 见过无量大师 无量大师 翻着一双森九尾 上下扫了扫阳开 见他不过是个帝尊精 自不会将他放在心中 对老板娘汗手道 夫人既请了老夫来 那老夫自当尽心尽力 此地大阵 老夫之前在外围观摩了一阵 倒也还算不错 却有许多精进的空间 不过到底要如何示威 老夫还需要考察一番 才能决定 必当如此 老板娘欠笑阎斩 拼头冲杨开示意了一下 杨开连忙道 卢雪 带无量大师四处看看 跟着老板娘等人 回来的卢雪立刻应道 是 伸手示意道 大师请 无量大师淡淡汗手 化作一道流光朝前持去 罗雪紧随其后 杨开见状安下了心 这无量大师倒也是个行动果断的人 他本还想给老板娘等人 接风洗尘一下 让这无量大师休息一二 再让他出手 谁知他自己先提出考察一分 这自适合了杨开的心意 大师越早修补后 他就越早能抽出手来 做其他的事情 老板娘找的人很好仆嘛 演播人 聚无巴雅居 更多精